这是宇宙中最后的独心兽 它能用触角探测其他人的大脑 一旦它发现你有大胆的想法 那么它就会释放一种光波 把你的大脑熬成汤 这个黑老弟只是因为用了假钞 脑汤就顺着眼眶 全流了出来 但这样的神兽 却穿着一身居树衣 成为了一家银行的御用警犬 在它的帮助下 银行一跃成为全宇宙最安全的银行 直到今天 有四位不速之客来到这里 打算挑战独心兽的权威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主角博士 一个小时前 博士接到一通电话 然而能打给他的人 全宇宙屈之可数 博士的伙伴克拉拉劝他别接 怕是会惹上什么事 博士却不以为然 接个电话能有啥事 两人这才发现 自己被传送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 桌子对面还坐着两个陌生人 但都对自己怎么来到这里的毫无印象 紧接着 桌上的箱子响起了录音 我是医院 从Gallifra 听着录音 四人这才明白 虫子是所谓的十一虫 放在头上就能删除记忆 而两位陌生人也不简单 分别是赛博人和变种人 随后 箱子自动打开 屏幕上播放一段录像 一个神秘人出现告诉四人 他们正处于全宇宙安保最森严的银行 企图干部法制式的人 基本都被烧成了渣渣 然而神秘人却在银行的金库中 存放了几位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如今要想得到他们 就必须按照神秘人提供策略 打劫这家银行 而且博士他们没有拒绝的权利 因为银行的安保大队 已经发现了未经许可的侵入者 正在赶来抓捕他们 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四人从保安手上逃脱后 博士觉得大家既然有缘 不如先来互相了解一下能力 赛博人是一名黑客 能通过改造的大脑 破解各种密码锁 而变种人则可以通过DNA 将自己便形成对方 恰好神秘人给他们准备了一份DNA 变种人利用它 变成了一名银行顾客的模样 之后几人就可以借对方的身份 堂而皇之地走进银行 可银行主管这边也不是盖的 派出毒心兽蹲守在大厅 感应顾客也无犯罪意识 博士这才明白他们消除记忆的意义 正是为了降低被毒心兽毒到的可能 于是四人有惊无险地绕过了毒心兽 成功进入了基因检查屋 变种人对着检测仪哈出一口气 结果是绿马 顺利通过检查 但四人并没有马上走进去 而是打开箱子 从里面拿出了一组炸弹 这是一枚空间转移炸弹 可以轻松炸开一个空间虫洞 帮助众人直达地底的金库 博士四人从虫洞钻下去 恰好在保安赶到前 有惊无险合上了洞口 而他们也很快就在底层 发现了一个神秘人留下的箱子 博士非常疑惑 这神秘人未免也太闲了吧 明明自己就能闯路 却非要折腾他们再跑一趟 博士感觉越发不爽 他们打开箱子 从里面拿出六只神秘管子 虽然博士嘴上说着不知道这是个啥 但变种人却一眼看出来他在撒谎 因为他经常变成别人的模样 所以对表情的变化尤为了解 但同时他却厌烦着这种超凡的能力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 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站在对面 不等他们多谈谈 警报声再次响起 几人的行踪还是暴露了 不得已只好通过管道 钻到别的房间 没想到却中了头彩 正好遇见了独心兽 不等他们逃出去 变种人大脑中不好的想法就被捕捉 眼看他的脑子就要被熬成汤 博士只好告诉他 管子是原子粉碎机 使用它 他们至少能死得痛快 变种人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它 瞬间被分解得无影无踪 变种人的死 并没有让博士停止行动 他们来到金库大门前 塞伯人把数据线连在大门上 开始破解大门的密码 但金库大门有24道锁 饶食塞伯人 也需要5分钟的时间才能全部剪开 而此时 独心兽的咆哮声 正提醒他们时间不多了 为了拖延时间 三人只能分头行动 然而克拉拉刚跑出一个转角 就遇到了独心兽 实在是太美了 眼看他的大脑就要被吸食 还是塞伯人主动站了出来 吸引独心兽的注意 帮克拉拉逃脱追杀 最后再通过原子粉碎机 完成了英勇就义 可他走得痛快 博士却发现金库最后一道门锁 并没有打开 然而就在两人觉得白忙活了的时候 太阳却发生了大爆炸 千年难遇的超级太阳风暴 正以崔库拉朽之势逼近 全宇宙最安全的银行 也无法抵挡这场灾难 银行里的各种设备 随之失灵 就连金库大门 也因此洞开在博士面前 如此这般的巧合 让博士意识到 神秘人似乎对灾难的到来早有预料 什么人能这般料事如神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神秘人来自未来 这样才能精准地将他们丢到这个时间点 所以这并不仅仅是一单抢劫案 而是一场时空大劫案 博士对神秘人的身份和目的更加好奇了 克拉拉这时拿出箱子里的字条 上面写着几个柜子的编码 他们很快借此找到 一根记忆恢复器 和一支基因抑制剂 这些就是神秘人 留给塞伯人和变种人的报仇 就在博士打算去拿他们的奖赏时 转角就遇到了爱 理所当然的 主管把两人请到了办公室 直接杀了他们太没品了 主管决定让他们被烤在这里 等待太阳风暴的洗礼 然而就在他带着独新兽离开的时候 两名守卫却解开了他们的手铐 原来塞伯人和变种人没死 那个原子粉碎机 其实是传送器 他们成功得到了自己报仇 其实到这里四人完全可以一走了之 但博士和克拉拉 还是很好奇神秘人的目的 于是他们通过层层关卡 来到了一个私人金库 而金库中央还坐着一个人 一转身 竟然和主管长得一毛一样 原来他就是银行行长 但是出于对其他人的不信任 所以他克隆了无数自己 成为银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清楚是保安主管办事不利的他 当即火化了主管 而博士看着他对克隆人不善的态度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兴奋地敲锣打鼓起来 紧接着他并没有为难行长 而是把自己的电话号码交给了他 让他赶紧逃离这颗即将被毁灭的星球 临走前 还疯狂提醒对方一定要打电话给自己 银行崩塌在即 所有人慌忙逃窜 博士的同伴也提议他赶紧用传送器离开 然而博士却让他们好好想想 为什么神秘人给他们准备了六个传送器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博士直面独心兽 让他尽情稀释自己的大脑 也替他打开尘封的记忆 原来开头那通电话 打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年老一衰的行长 他在弥留之际 回想起了曾经干的混账时 也许是忏悔 他希望博士能穿越时空 将一只被关在四人金库中的生物救出来 于是博士找来赛博人和变种人帮忙 而他本人 就是那个所谓的神秘人 正因作风太过一致 他才会感觉到烦躁不安 之后他们再清除了自己的记忆 以防计划走漏丰盛 等他们再次苏醒 就是之后我们看到的一切了 独心兽得知真相 放开了博士 随后他用念力 打开了私人金库的保险箱 装在那里的 正是博士一行人的最终目标 另一只独心兽 原来行长为了让独心兽当警犬 所以扣押了他的配偶 但太阳风暴地袭来 灭绝了这个种族 而行长在临终时非常后悔 于是才有了这场时空大劫案 故事的最后 博士将独心兽 送到了一颗安全的星球 从此他们可以在这里繁衍生息 再也不用担心不轨之人的担扰